欢迎收看豆豆快乐学堂 哈喽大家好 我是永宁 我们今天又要来自己DIY动手做了 而且做的这个东西 我自己本身是还蛮喜欢的 甚至于看到马上爱不释手 我要介绍我们的泡泡球出场了 一般人应该没有看过像眼前 像这样子一坨一坨 好可爱很Q很软的球吧 而且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球啊 说到现代人压力不是很大吗 你可以直接给它拿起来 然后压力大的时候 就不断地捏不断地捏 你也觉得很疗愈 甚至家里头如果有小朋友的话 你也可以给小朋友玩哦 大的球还可以当抱枕 丢来丢去都OK 如果家里有养猫养狗的话呢 也可以成为一种宠物玩具 哇它的功用真的蛮多的 但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请来启英老师来动手 教我们做泡泡玩具球 欢迎启英老师 你好 女人好 小朋友好 我是启英老师 好啦 老师现在要稍微教我们一下 到底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看起来好像材料不是很多耶 是的 其实真的很简单 就是糖果袜 必备的糖果袜 对 那糖果袜 因为我今天是做小球 小颗的 所以我用三只 那当然大致的做法不一样 等一下我们还是会讲一下 那我另外准备一个一段 这一段的话我们等一下是绑 绑每一个交接的地方 一点一点的地方 那这个三个颜色的话 自己可以自己配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那我们是用条纹的 也是条纹的在外面 那当然就是棉花 一大头的棉花 那公鸡就是剪刀 捏纸 保力龙胶 QQ线 好 主针 就这样子 好啦 我们现在迫不及待 赶快动手来做跑跑球 好 那我们先的 我们刚开始的话 我们就是先把 我们先做这个颜色好了 糖果袜 这个颜色先做好了 拿出粉红色的袜子 我们先这个 这个是正面 正面 然后我先把这个底部 这样子抓住 因为它这个底部是不是 有平面的 对啊 就是这个 我要把这个地方束绑起来 所以我们先把它这样抓住 折啊 折 折进去 然后拿出QQ线 这样卷几圈 那我束缪的话 就是束缪在这个 平面跟条的交接的地方 这样缠绕几圈 对 那尾巴的部分 也需要把它绑起来吗 哪个尾巴 糖果袜的这边 这个是头 这个是袜头 这是袜底 对 像这样子 那现在要来入棉 棉花呢 如果整颗球 像这个小颗 整颗球的棉花 是大概20克左右 20克左右的棉花 对 因为这样子 给大家一个概念 因为不晓得要多少棉花 那其实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 就是慢慢进去 那当然 每个人做的不太一样 可能有大有小 因为看你的棉花的量 那当然也不能超过 太超过 是因为它这个长度 也只有这样子 不能把这袜子塞太满 对 那我们现在这个袜子 我要入四头棉花 一 二 三 四 四小头的棉花 那四头棉花的话 等一下入棉花要数保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头 我这一头是一只袜子的量 其他这个的话是另外 另外就是一样的 因为它就准备一等头的量 那我就是把这一头 我把它分成四份 先一半嘛 对不对 大概抓感觉看看 然后再抓一半 再抓一半 那边也再把它撕成两半 就四等份 大概四等份 那如果说你在家里玩 你不放心说我到底要 你可以 没关系 你可以三 你可以全部就把它一头一头 四等份 四 三 十二 十二头 全部把它分好 放在一起 都把它那个十二头弄好 然后你再来 慢慢地塞 对 然后如果量太多 再把一些棉花再抽出来 或者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先 我现在上嘛 然后拿出我们的QQ 不是 我要用蒸稍微调整一下 把它弄得比较薄慢一点 这样子 因为毕竟袜子它是很宽 那我录的棉花不是很多 没有完全说 这边一定会有作褶 没关系 把作褶放在后面 你就找一个面 对 那这样子差不多 所以这时候要用到我们的线了 对 用线来捆 但是老师如果说 我又不小心塞太多棉花的话 看起来空一点会比较可爱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先做记号 比如说 比如说袜子 你可以先做等号 比如说我这边画一个记号 这边画一个记号 中间再画两个 两杠 对 你可以用尺量一下 然后去分四等份 对 四等份 那等一下你捆线的时候 就从那个记号那边去捆 那现在那四个球就会大小一样 就不会看起来 有些球比较大 有些球比较小 其实差一点点也没有关系 对 因为等一下弄起来不会差很多 效果看起来其实不会差很多 好 接下来我们要塞第二坨了 也是要拿出我们的针 把它填满一点 把它撑满 因为我这边要捆线 所以这个地方我尽量没有棉花 好 就是把棉花往上跳 往都往上 对 把它集中在上面 然后我会把作折都 这个作折你可以先不要管它 等一下最后再来 再来那个就好了 然后再用我们的线 把头给稍微防起来 好像冰糖葫芦 对 这个线要捆紧 我们有时候等一下一拉它 松掉了 对 然后我们再第三坨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用目测的方式 对 其实对 没错 不需要说真的是一定要 那么的 对 那么精准 一定要那么严格 我们就是大概 也是拿线 目测 对 小朋友们要注意咯 在用线的时候 还是需要爸爸妈妈的陪伴 然后把棉花往上面填充 接下来拿出QQ线 好 把它转几圈固定好 第三坨球就出现了 好 我们再来就是第四坨 第四坨球 稍微拉一下 对 大小一点 太这边稍微拉一下 后面太小了 所以你做记号的话就不会了 好 这需要按照那个记号 去捆线就 就会刚刚好 对 就刚好试等份 对 好 现在我们塞进去最后一坨棉花 然后同样也是要拿针来挑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画面当中 四坨粉红色小球 其实大小都差不多 差不会太多 这个线如果断了 没关系 我们再重新再来 我们再继续捆 对 嗯 嗯 然后一个娃娃可以塞四坨球 哇哦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要把这个作折都放这个地方 对 把丑的地方都挪到后面去 对 我把那个作折都 让这个正面是平的 平面的 就平的 哦 四个球球完成之后呢 要请大家稍微拉一拉 对 把所有的作折都拉到后面去把它遮起来 当然鲁鱼的棉花如果比这个还大的话 它就比较饱满 嗯 它作起来可能会 哦 作折可能会比较的少一些些 对 会作折少一点 然后它可能会更胖 更硬 整颗 所以说这个跟棉花的量有关系 所以做起来可能大小就不太 不是很一样 所以大家做好之后呢 其实要稍微把它调整一下下 不要说这边有点不均匀 然后折皱的部分也要尝一下 那你们看到我这个面是很漂亮的 嗯 这个面 四个面很方法 后面都是作折 后面都是作折在后面 后面就露馅了 对 然后因为这个后面给它作折 等一下我们是藏在里面是看不到的 嗯 这样子一串的话 我们再把它 黄面面吧 就让它像一个甜甜圈一样 那你记得我们要绑的话 这个作折是在里面 这样子过来 要把它丑的地方放在里面 把两个线 把两个头是贴在一起 哦 线跟线 有没有捆线的地方贴在一起 那我们再来QQ线 那这次的QQ线呢 就没办法 一定要剪断 一定要剪断 好 因为它这是圈圈 没办法跟刚刚一样的剪断 在缠绕 对 那我们就是 稍微地把它团绑住 我们就做出第一坨了耶 就像我们这个彩色球上面 其实你看有四颗粉红色 这只是第一圈 我们还要再有其他的颜色 包括我们今天有准备了白色 还有蓝色 通通捆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是五颜六色的一个小球 我们现在只完成了第一个步骤 这个圈就是比较不是很好捆 就慢慢捆 大家有点耐心 就是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不放心说 我这样捆得不够紧 你这边也可以上一点胶 用胶水 对 怕说我捆得不够紧 等一下不小心它就崩开 那你就可以上一点胶 你可以先上一点胶 让它连在一起然后再也捆 这样可能会更加的紧稳固一点点 好 我们现在的 这个很重要 这个接红很重要 好 多的接红需要把它剪掉吗 那我这个要把它剪掉 好 多出来的地方 我先讲一下 我这只袜子是不是做四颗球 对 那如果说我要做那个大颗的 对 我一只袜子做 我一只袜子做两颗球 就两颗它是不是比较大 对 那当然袜子就要增加了 好 袜子的颜色啊 或者是我可能 这个就需要可能五只 或者是六只袜子做成对不对 你看看喔 一两只 两个 要多一倍啦 四五 六只啦 要六只 对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要做成 比较size大一点的球球的话呢 可能就塞两大坨的棉花 进去一只糖果袜里面 然后可能要五六只的糖果袜 才可以弄成那么大坨的球球 可是我们今天教大家是小个 现在我要把这两个头剪掉 这两个剪掉 剪掉要小心 用剪刀的时候要小心 小心 不要去剪到那个 画纸 也不要剪到那个线头 也不要剪太下去 要不然它会崩开 当然就是我最好是先上点胶 用胶水固定会比较好 胶上好了以后你再呈现 好 我们把这个剪剪掉 就这样子 有没有 成品已经出来一点点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因为时间关系 我这边已经做好两个 老师已经又做好其他颜色的两个 所以说就是要 所以说就是要这样子做成三个 三个大小一样的甜甜圈 甜甜圈 对 那我们现在要来组合 对 把甜甜圈全部的甜甜圈 结合在一起 对 组合的话很简单就是 一个套一个 我这个套上去 穿进去 对不对 那你把这个交接的 跟交接是对在一起 交接跟交接要贴在一起 这个是对在一起 交接跟交接的地方 要叠在一起 再来呢 再套一次 它有一个粉红色要怎么套 也是这样穿过去 我们刚刚是套 刚刚是套这样子 对 再来我们是套这个样子 另外一个对角 对 我们是套这个样子 直接套上去 刚刚是套树的 我们现在要套横的 对 那套的时候 你尽量这个作者是把它换在里面 不好看的地方 把它换在里面 然后把它尽量把里面的挖出来 就是让它整个棉花的地方出来 交接的 对交接的 这个给它凸出来 像这个套在里面 就把它拉出来 稍微拉一下 是 这样看起来这个球才会圆 然后交接的地方 再把它叠在一起 拉起来 到这边的时候 大家稍微手工要拉一下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线 不好看 而且这样子只是套上去 如果不小心还是会掉 所以我们要把它固定 固定的话 有像我那个大的 我是直接用QQ线 起不捆一下 大家可以仔细看 上面其实是有线头的 一点一点的线头 那我现在要来用这个黄色这一支 我们来当一个绑的线 我们就是把它剪一小段一小段 大概不到一公分的宽度 都可以 都没有关系 对 因为像这个小小的QQ球 我们看到这上面 其实是有玫瑰花的 这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做 那个是如果说你的 好 等一下 那个是我是利用那个 原来做这个东西 常常有一些剩下的 平常在做的时候 会剩下很多东西 我就利用这个 比如说这个袜底 我就这样捡一捡 剩下的材料 好像一朵玫瑰花 对 就这样子 我一个袜底可以剪两朵 就是这边剪过来我一朵花 这边 我这样子是不是一朵花 小小让我捆一下 捆好又捡下来就贴上去 那这边呢 这边我还可以再捆一朵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袜底 其实袜段也可以 你就利用那个 这个袜子的这个段 中间的部分 像这个我是因为剪太小 你也可以这样子对折 你也可以这样剪 它也是一朵花 那剪一剪它也是一朵花 所以我们可以折 都可以 把它袜子剩下的布料 卷成玫瑰花 然后遮住 像这个缝线的地方 大家就不会觉得说 缝线外露好像不太好看 那我现在就是要 用这个线来绑 绑这个 等一下就会跟这个一样 老师现在要做的工作 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桃红色 粉红色的线 然后其实老师到时候 就会把剩下的材料 然后把它绑成线 这样一圈一圈 对 我先把它拉一拉 然后当成袋子 那我先把它剪掉 那我就去捆 就把它穿过去 对 比如说我这样子 哇 我先这样子也可以 就是先 我先这样 然后下面去交叉 底下的线就可以穿来穿去 对 那我这样子的话 我再来绑 其实就是不要让大家看到 丑丑的线头 对 而且它就多了一个装饰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 就多了一个黄色的装饰 就多了一个黄色了 对 它就会更漂亮 那我们把这个结 把它拉到里面去 把它藏在里面 把它拉进去 对 拉进去 然后就可以把它剪掉 从里面把它剪掉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 就是有凸凸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把黄色的装饰 所以现在我们就在这边 就挡了一个叉 把它绑好 再绑一次来 好 我们再重复做一次 这个动作给大家看 这两个捆线的地方把它交叉好 捆线的地方交叉好 然后这个我们就是先这样子 先盖在上面 对 然后你就是从下面 因为它里面是空的 所以手都可以进去 对 你可以去下面去交叉 从两个地方出来 它是从另外两个角落出来 所以在底下其实绕一圈之后 我们再把绳子绕出来 然后打结 是 那条线 在绕的过程当中 当然线可能会不小心 跑到其他边 好 找到了 就是这样子 刚刚是交叉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要这样子交叉打结 好 我们现在要再帮它打一个 小小的结 你可以直接打死结 或者你要打一个蝴蝶结 也是可以 那我打死结以后 我这个结在这边不好看 我把它拉到里面去 就是把它从这边把它拉进去 拉到里面去 那这个结就看不到 那我们可以把它剪掉 好 这样的步骤听起来 其实有点复杂 我们再请老师再示范一个结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先把它对半剪 然后要开始把绳子伸到里面去 这个就是把它拉出来 在这边交叉 然后这一头等一下从这边出来 这一头从这边出来 就是这样 一个从这边出来 那这边是从 一个从另外一边 这边出来 好 然后我们在上面打结 交叉打结 等于是一个对找线 对 没错 这个打叉 打个字结 打死结 打死结以后 可是又觉得这个结不好看 我们就把它塞到里面去 把它拉到 直接就是把它拉到里面 拉进去以后 我们就把它拉进去 拉出来 对 把它拉进去 然后把它剪掉 它这个尾巴就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就看不出来了 是 那再来的话 这边 所以老师我们这样同样的动作 重复的步骤大概要做几遍 就是全部把它弄完 总共看有几个交叉 六个是不是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六个交叉 所以我们要重复一样的动作 大概是六遍 就是全部把它绑起来 然后对角再拉起来 再绑个死结 然后大家要注意 因为线头外露就不好看 所以一定要藏在里面 把它伸进去 整个藏进去 然后这边拉 把它拉进去 然后再拿出我们的剪刀 剪掉 所有的线头剪掉 这个还剩下两个 两个 我们还剩下两个结 如果刚才没有看到的话 现在再看一次了 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交叉 先交叉 从这边出来 好 这个从这边出来 从不一样的洞口出来 然后对角 打个结 打个结 最好是打死结 死结 再打一个补贴结 再看一看 然后线头觉得不好看 没关系我们藏在里面 或者如果说你有亮片 珠纸 你这边都可以加 对不对 再可以贴一些亮片 或者是珠上去 都可以 可以装饰一下 或是用那个缎带 就直接打一个红蝶结 放上去 也是可以 这时候就要发挥你的创意 好 我们剩下最后一个了 好 我们还是要拿出 我们剩下的材料 然后 要看清楚了 脚叉 脚叉 然后要穿出来 好 接下来要从不同的洞口穿出来 然后变成对角线 然后再绑一个蝴蝶结 然后再打一次 这样它的结就会比较稳固 好了 然后再把剩下的材料 塞到里面 对 其实塞进去 不剪掉也没关系 塞在里面也看不到 对啊 这样就差不多了 好了 我们大功告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老师手上的QQ球 它现在每一个线头 每一个这个堆叠的地方 重叠的地方 我们都特别用黄色的线把它包住 所以看不太清楚 但是除了说 像老师手上的这个QQ球 是用线之外呢 我们刚才提到过了 剩下的材料 我们也可以做成玫瑰花 然后一个一个的贴在上面 这样看起来 其实也是蛮漂亮的 对不对 这个装饰 而且玫瑰花的颜色 你也可以是红色啊 或者是黄色啊 是 这颜色就任意大家来搭配 那当然是说 老师说如果你想做 比较大一点的 大坑一点的 这个泡泡球的话 其实你的袜子要注意了 塞两坨棉花 对 那还可以做更大 还可以做更大 就是可能一只袜子 就塞一坨棉花 一只袜子就是一坨棉花 就塞一大坨棉花 这样做出来的尺寸 就会 又是这个的一倍大 那袜子当然要增加了 那袜子的数量 可能要增加到十只 甚至是十二只 好 那现在大家就可以 马上回家动手做做看了 利用我们的简单的糖果袜 还有包括像是我们的棉花 把它里面塞 那记住要做小球的话 要塞四等份 要做大球的话 塞两等份 如果要做一个超级 超级无敌大的球的话 就塞一等份吧 通通都往里面塞 好啦 这个球很可爱 不吃可以给小朋友玩 可以当抱枕 很疗愈 也可以给宠物像猫咪啊 狗狗啊 也可以玩也不怕它抓坏 因为它是有弹心式棉花嘛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 谢谢我们的秦老师 教我们做我们超级可爱的泡泡球 真的超级勾自于我们 谢谢老师 谢谢 我们都得快乐学堂 下一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